Tobia 可否介紹自己和你曾經從事過的一些專業呢 我的專業有時都頗歷奇的 講起都笑爆嘴的 我一開始就在英國讀書回來 做傳媒 當時的傳媒只有姊妹 其實我也有那麼多資歷了 當時大學生回來就很容易找工作 很隨緣地就進去媒體做 做銷售市場 做一做一做 升到很OK的 但接著有些人事鬥爭 在那十幾年 突然有人醒來 很辛苦 跟公司的角力搞不定 然後我就想 愚蠢蠢 又想著 如果我每天有漂亮衣服就好 然後很偽然馬上去辭職 就跳出我combat zone 就去搞了時裝店 當時就在觀塘的一間 工廠大廈的一間劏房 二百多呎開始 做了十松的年 就變成三千三尺 就有三間 每個人都覺得很開心 嘩 很厲害 又做到很散的 有很多客人 由一間地貓店開始 然後到很多人上來 到很多客人都喜歡上來 因為三千三尺 事實上真的挺大的 又有梳化 現在時的男裝 女裝 童裝 什麼都很有趣 有手袋 或者有靚袋 做merchant 那時通道也不吵 但到後來 因為有淘寶的出現 都沒有辦法 就變成了 偽然就要覺得 再做下去都應該是 沒有前途 那偽然 沒有人再聘請你 還有當時香港的市道 說真的也不太好 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 就算你不介意也好 別人都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聘請你 你都不上一年紀 我不如請個年輕一點 那你兩皮東西值不值 或者我請個年輕的 可能只要皮靈東西 可能會比你更好 所以後來 當時我也沒有想過再找 要不然就再做過一些生意 一買一買 那時我跟自己說 我不想做這些 因為我不想一買一買 覺得你又可以買 我又可以買 沒有什麼專業 就算有也好 讓你做到也好 到最後還是鬥難架收場 就算好像那些人說 死是死不死都不爭幾個 所以當時 我就決意背了背囊 上去大陸 因為我覺得大陸這麼大 我們一個土生土長香港人 有很多人沒見過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然後真的背了背囊 上去廣州 就加入某些商會 從此我的腦 就開始慢慢擴散出去 其實我回到廣州幾年 見到很多很多東西 見識很多 當然哄仔也很多 說真的 就算我回顧以前也好 我覺得真是一個非常過癮的經歷 另外一個 陸生藍藍的經歷 很多東西見到 也有好的產品 有不好的手法 有好的手法 但是有不好的產品 總之 失敗了 就搞到 因為當時我想轉型 我想找一個生意 是人沒有我有的 結果我足足用了三年時間的遊歷 逢星期一至五 我就在廣州 星期六日我才回來香港 然後整整三年時間 突然碰到我現在做石墨汽的夥伴 然後大家一拍即合 然後就開始我另一段新的旅程 Toby 石墨汽是什麽原料 還有什麽用處呢 其實這個原料很頂癮的 當你上去Google 或者百度 你搜尋的話 有石墨汽的東西 其實它是carbon 但它的排列方法比較特別 就是2004年左右 有英國兩個科學家就發明的 那還拿一拿給一個價錢的 那它的物質的排列方法是比較特別 它的溶點很高 去到四千多度 它的堅硬程度是鋼鐵的二十倍 起碼 它的油銀程度有時候是穿得住碑 所以它做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得到 尤其是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例如某些戰機 因為它的高溶點輕 還有它的堅硬度 堅硬度 很多東西都可以集於一身 所以它做到很多東西 它的導電亦都非常好 還有它的抗力 就是導電的抗力是極低 所以做到很多東西很特別 當初為什麽我會入行來這個石墨汽 就是因為我的拍檔當時 我認識了它之後 它告訴我 你歡迎你上來看看 我就上去公司看 它做了很多次示範 我就又覺得很驚喜 我就又覺得很驚喜 然後以前炭 原來可以倒電 放燈在炭的紙上 會亮燈 又可以防塵 很多東西 每次上去做不同的示範 都覺得很過人 我覺得原來有這麽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就開口問它 然後慢慢了解到 石墨汽其實到今時今日的應用 其實可以好廣泛 我亦都希望用石墨汽 做到將來我們的社會 一來就可以省電環保折能 還有用的電器安全 亦都是我們的大宗旨 舉例 用一個簡單的電飯煲為例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用的電飯煲 其實就是插收 220V 220V 其實下面那塊鋁片 將它升溫到190度 20分鐘米變化 但石墨汽可以同樣做到這樣的情況 在下面的鋁片 下面發熱那塊 再不是用銅線的管 而現在是用石墨汽的一片膠 一片膠 它發熱一樣可以到190度 但我只需要用36V 就完成了 以及大家的用電量 例如現在常用的電飯煲 是說交100元電費的話 我用石墨汽做的電飯煲 可能是交60元 甚至50元的電費 還有就是剛才我所說的36V 是一個叫低壓電壓 對人看來是絕對安全 如果一天你的電飯煲 漏電也好 或者用夠了也好 你不會怕被它電襯你 而令到你有生命安全 即生命危險 應該這樣說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 都是一個突破 簡單來說 這個物料可以做到很多你想不到的東西 但而有省電和節能 剛才我所說的 用電飯煲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省電、節能、環保 為何環保 因為節能的話 碳排放量已經低了很多 你省4成電力 就已經低4成的碳排放量 安全 剛才我所說的 就算你摸著它 你也不會電傷的 這是最大的突破 還有做很多東西 你可以想都想不到的 例如 再試想想 我可以做在衣服上 我用一個尿袋 即是叫充電簿 一個powerbank 我摸著它之後 有四片 在衣服下面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 發熱的效果 你想想 我潛水 我去滑雪 我都不需要穿成果精總 我跟著 我熱的時候 就可以關掉它 我冷的時候 出去熱身的時候 起碼不用穿得很臭 潛水也是其中一個例子 因為你落到水深 很深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冷 潛水衣很多時候都很特別 要做得比較防雨 如果有這些 加進去的時候 你想想 整個效果已經不同了 其實可以將我們的世界 變得更加環保 潔能 配合這家 很講ESG的情況 如果各位朋友 有興趣 合作做世界 即是做生意 又或者想了解多些 關於石墨熙的產品 可以做到什麼 和石墨熙可以伸延到什麼地方 歡迎可以到我 一會兒寫下的電話 WhatsApp給我 我亦可以聯絡大家 可以坐在一起 大家研究一下 也可以 有時候說太忙了 我們在WhatsApp 對話都可以 我有很多關於這些 資訊可以給你們 最重要是你有興趣 但有很多事情 你會覺得很驚奇 包你 很好 總之都是那一句 有興趣就留言找我 謝謝 拜拜